據官方通告 9月18日 基藏新增陽性病例45例 其中拉薩佔33例 由於中共慣於隱瞞疫情 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更多 當地居民透露 當局未求清零 利用公交車半夜一車車拉人 現在拉薩方艙已滿 又都拉到莫竹宮卡線和取水線隔離 隔離點條件差 陰性陽性混雜 反而讓疫情擴大感染 拉薩以往是許多旅行者登高潮升的地方 山上搭帳篷露營也是許多人的喜好 近日因拉薩疫情擴大 許多民眾被拒絕露營 另據視頻顯示 官方疑似在日喀澤4800米的高山雪地 搭帳篷設隔離點 實際情況尚待查核 政府強拉人隔離 造成老百姓恐慌 拉薩市民方先生告訴新唐人 目前仍是痊癒寂寞 疫情管控對每個人的影響都很大 拉薩市民柳先生表示 拉薩市區部分區域已經解除靜默管理 但仍然不能出門 我跟您說一下這邊的情況 目前拉薩的疫情的話還沒有控制住 雖然說政府的公告上面有說 拉薩市區部分區域是已經解除靜默管理了的 但是呢 實際的情況它不讓出門的 城關區有幾個小板塊有解 那個堆龍那邊也有解新區那邊 柳先生透露 拉薩疫情爆發後 當地物資相對緊缺 新唐人記者吳岳、李珊珊、李佩玲採訪報導 謝謝!